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在刚开始学的过程里面 有发现到自己在学习上有些什么样不懂的地方都可以提出来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日文的整个学习最关键就是在五十英 你五十英能够弄得够清楚的话 你基本上在整个往后的学习里面 你可以省下很多事情 当然你说五十英要简单来学习的话 其实可以非常简单 我所谓的非常简单就是你基本上就是把它背一背就完了 那种感觉 那问题是那样好不好 我要告诉各位绝对不好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的是 我们在整个学习日文的过程里面 其实最关键就在五十英 五十英的基础 打了够稳后面的部分就轻松很多 那你在五十英的过程里面 忽略掉某些东西 你到后面去的时候就还是要把它补回来的 很多东西你不要把它想的太难 那基本上我们了解了五十英的基本观念 其实他就是在教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叫日文到底是什么 日文这个东西 它到底结构是怎样 我以后怎么样去学这些东西 我坦白跟各位讲 日文真的如果套用句型 我随便教你们一些句型 你马上就会用 但问题那样的话 是不是真正能够帮助到各位将来的长久的学习 没有办法 因为那些东西只是把那个单字塞进去而已 填空而已 填空的东西 我坦白讲 成年人根本不需要学 你看了你自己就会了 小孩子才需要有人去带他怎么样套用 那我们都是成年人的很多东西 你用你的经验来判断 早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老实讲 我随便举个例子给各位看 我先分享画面给各位 各位现在可以看到我这个画面吗 可以 可以 好 同学注意看 我随便举个例子 讲难一点的句子 我们不要讲太简单的 坦白讲日文的句子结构 我跟各位讲过 他永远都是一个词一个注词 一个词一个注词 所以你看 如果光是只是套用 我教你一些单字 你自然就会套用的 好 比如说什么哇 再来 什么都 再来 什么的 好 好 什么A 后面 最后面加上三个动词 一个去 再来 来 再来 回来 好 同学看 好 这个就是日文 标示的方法 你看 好 我只要告诉你 挖的前面放人 所有人的单字 你都可以放 拖的前面也放人 好 D的时候 放交通工具 好 好 这样 A的时候 全面放地点 这 坦白讲 我只要教你这个 你自己就可以造句了 而且一次造 你就可以造出很多句子 你看 挖 好 我把它框起来 住词 tou 框起来 住词 d 住词 a 住词 后面加动词三个 三个都可以用 任何一个都可以用 也就是 意思就是说 什么人 和什么人 搭什么交通工具 去哪里 回哪里 来哪里 回哪里 你马上就会了 我随便造句都可以 你看 我随便讲个人 好 我 我 我 对不对 和妈妈 哈哈 都 八八四 八四 对 套进去 咬牙 你看 一个词 一个注词 一个词 一个注词 再来 去京都 后面加 一句 古鲁 拍鲁 全部都可以 结束 就这样 这还需要学吗 这根本不需要学的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你看 我和妈妈搭巴士 去京都 来京都 回京都 可不可以 都可以 一样 我也可以改成 哥哥 阿妮 我 对不对 阿妮 都 哥哥和姐姐 对不对 好 连一下 搭电车 台下 一样 一个 哥哥和姐姐 都是搭电车 去公司 上班的 很简单 很简单 我要怎么照都可以 问题是 这样的感觉 你是在背剧型 而不是真正 会自己造句 我要的不是 同学去学会这一种 套用单字的模式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在学一般的课本 你会觉得我好像学很多东西 但是实际上当你在运用的时候 你却一个字也突不出来 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记住的全部都是什么东西 剧型而已 这些剧型 它有各式各种的表达方式 我可以灵活调度的 我根本不需要一定要摆在这样 当你了解这些日文的基本结构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灵活运用 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 我们在表达的整个过程里面 我怎么用我自己的意志 下去表现这些东西 而不是去使背这些 死板板的剧型 死板板的剧型 我跟各位讲 大家的日本语 一课只有一个剧型 像这样你已经学到 大家的日本语第六课 你已经学完了 没有了 所以才几分钟 我五分钟就可以把一课讲完 问题这样 你有没有学到东西 有 但是问题将来你会不会用 不会 你只会这样套用而已 我稍微换一下 你就不懂了 我随便举个例子给你看 你就知道 因为注词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比如说这一个 这个句子 我弄给各位看 好 我把妈妈放到前面来了 点下来 各位看 这样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各位要知道 挖在日文里面代表的是主语 这就是注词的运用 挖代表的是主语 是不是 好 我们知道挖代表的是主语 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时候第一句的主语 只有我一个人 但是后面这一句 主语是两个人 变成了妈妈和我 我们两个都是主语 因为都表示并列 所以这两个前后的人是并列 那这个变成的对象 我和妈妈 是我跟妈妈 这个翻成中文意思都一模一样 我和妈妈搭巴士 去京都 来京都 回京都 但是各位要知道 挖在后面的话 这代表妈妈跟我都是主语 第一句 我是主语 妈妈是配角 那样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解读的过程里面 一个注词的调动 都会改变一些含义 跟判断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需要慢慢去了解 日文的基本结构跟概念 就在这个地方 你一旦有了这些概念 你就会知道它的差异性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 这样的感觉的时候 你只有在一开始 我们在学日文的架构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到 它到底注词扮演的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而我在这个的过程里面 又看到了什么样的东西 你一旦了解了日文的这种排列组合 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所谓的日文的架构跟理解能力 这种理解能力 就必须从一开始学 就要慢慢慢慢的去建立它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办法 慢慢把这些东西 补足 这些东西并不是很难 但是我很希望各位 能够好好的去理解这一块领域 慢慢的去体会 不要紧 我一直跟学生强调 我们学语言是一辈子的事 绝对不是追求马上学会的 你没有办法 绝对要给自己一些时间 所以慢慢学 一步一步把它走得扎实一点 就没有问题了 可以哦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再分享画面给各位 我们把前面RUO的 那个那些单字 全部复习一次 照理讲各位在学的时候 应该是像这样 各位如果有需要这个PPT 我可以送给各位 你自己可以去做这样练习 所以你看这边RUOO 你就这样练习 这个按R 你就会知道这个是念R 再来这个怎么念E 那你就合起来 I自己练习拼音 然后看意思 就是I跟电缆的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R 这个是什么意思 U合起来就是RU RU的是R跟U 乌结尾表示这一定是动词 所以动词就是会面 合适 还有遭遇 再来R 还有什么O 所以合起来念 就变成了AO 看它的意思就是青色 再来R 再来O 再来E AOI 这个就是青色的 所以 有E代表着这个一定是形容词 剩下的O结尾 这个E的 全部都是什么名词 一个动词 两个名词 一个形容词 我在单字里面 我马上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 好 单一音就是水井跟胃 再来E 再加E 两个E变成了长音 所以念的时候 不能念成EE 而是要念成E E 拉长的意思 E结尾代表形容词 所以是好的 只要是形容词 后面中文翻译 一定会加上一个的 就这么简单 再来AE 再一个E 再来一个A 一样前面是长音 所以要念成E 它就是不的意思 它的相反词就是害 所以我们要知道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再来E 再来U 再来U 以U 合起来念就是动词说的意思 同样的道理 E 再加上A 合起来就是 以A 就是加的意思 再来E O U O 也变成了长音 所以变成了 YO 就是硫黄 再来U 皮肤鸟 再来U A 这是上面的意思 再来A 就是单音音 图的意思 最后 O 以巴系绳 再来O 这个要特别注意 一个是王 念长音 O 一个是背 O 这个时候 U 当动词的时候 切开 念的时候 就比较清楚 O 王是念O 背是O 王是O 再来最后 O O E 又是形容词 看到E 我们就知道 一定是形容词 所以O E 就是多的 所以 这里面 有三个形容词 O E O E O 那因为 PPT 没有办法 打汉字 上面标音 所以 I 这个两个音 是在汉字里面 所以 不能当作形容词 来看待 形容词的E 一定在汉字的外面 好 这里面 有几个动词 A U 跟O 这三个动词 你说老师 那 YO 一样 这个U 在汉字里面 绝对不会是动词 剩下的 A结尾的字 单音音的O 或单音音的E 都不会是动词 或是形容词 这概念 就记住 就可以了 还有O 结尾的字 全部都不会是动词 也不会是形容词 所以 以言 也是一样 所以 我希望同学们了解 这样的基本概念 是在 这种组合架构 里面 建立起来的 可以 好 没有问题的话 请同学先跟着 这边 跟着我 请说 对不起 那个背户 王 那个 O 这是什么意思 背户 因为那是动词 背的意思 我背着 背着国王 O O O 这个样 背 我背着小孩子 O OK 汉字写一个 付 就付 这个付 就背的意思 这样子 好 谢谢 好 各位看 这边 你不要打开麦克风 跟着念就好了 好 跟着念 爱 爱 阿欧 啊欧 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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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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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跟U还是长音 我待会再跟同学们讲一下长音的概念 来再来短音念短一点 像这个念Y 这个念U 这个念A 这个O 都一拍就对了 所以来跟着念 A跟O的音 那个气感觉是向内吞进去 那感觉 A O U U的音是往外吐的感觉 所以 所以你如果U跟O 你注意U 手放在嘴巴前面 一定有气吐出来 U O是没有气的 O是没有气的 O要注意 再来国王的往念长音 O O O B O O O 各位要记得在日文里面 长音所代表的含义 有几个基本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阿断音加母音阿 就等于长音 一定要注意 所谓阿断音加阿 阿断音就代表什么 任何一个音加上阿 你就要念阿 就这样才可以 这样听懂吗 那如果卡的话就念卡 这样的概念 那S沙加上阿的音变成沙 这就是基本上的概念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一样的道理 如果是碰到一段音 加上母音一还是等于长音 这个概念 拜托各位一定要熟悉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 五十音很重要就在这边 而一段音所代表就是 加上一全部念长音 所以Key 把Key的Key加上一 你就要念Key 钥匙就是Key 长音 长音的概念 除了这个之外 天假 goods 贱动 直线 代表长音 比如说 咖啡就这样 Ko Key 就是长音 就是kohi 这个念kohi 所以你看koh的音 用加o的音 hi的音加i的音 所以就是kohi 是这样 好同样的道理 各位要记得 一样u断音 也是要加u 才可以等于长音 所以你注意看 全部a断音加a e断音加e u断音加u 相对的就是a断音加a 也是等于长音 所以所有的日文的基本概念 你就知道50音有多重要 一样的道理 o断音 也是加上o 就等于 长音 所以长音到底有多少 算不清楚 为什么算不清楚 为什么算不清楚 阿加沙坦 阿加沙坦 阿哈马亚来 阿五十音 全部都可以加上 阿一位 我变长音 然后这里面有两个例外 就是后面两个a断音 加上a 加上a 也可以等于长音 同样的o断音 加上u也可以等于长音 所以这两个算是特殊的 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两个是特殊的 a断音加e 也是变为长音 前面的很好记 后面的有一点点不好记 但是会很难吗 我告诉各位不会 所以这里面 为什么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在日文里面 兄弟姐妹 我们家人的称呼 很多都是属于 这一类的长音的用法 我随便举个例子 奶奶 妈妈 阿桑 哥哥 逆桑 这都是长音的 再来结界 内桑 有没有看到 全部都是 而且我们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你慢慢就可以体会到 他的长音的概念 这个就是 各位看 这个地方请各位小心 标音 我把它弄出来给各位看 好 这边顺便再加一个 Z商爷爷 好 你看这一个字 后面这个 爸爸 例外 好 同学注意看 这一个 爸爸是例外的发音 你看 奶奶 这个再加上个 嗨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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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音 妈妈 嗨变成 嗨变成 第二个音 变成 全部都是第二个音 姐姐 爸爸 注意 这是例外 但是他是念 嗨的 要特别注意 爸爸这个是念 嗨 没有嗨的音 而是念 嗨的音 嗨 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电影 硬化 同学注意看 他是念成 A 嗨变成 对不对 这个 A跟 嗨 也是 例外的 特别的发音 所以请你特别注意看 A 嗨 你有没有发现 是 A的感觉 爸爸这个 拖嗨的感觉 他没有 嗨的感觉 也没有 嗨的感觉 所以 电影 日文要念成 A 嗨 爸爸一样 豆 嗨 是这样来的 所以 我才跟各位讲 刚刚念到 很多长音 为什么要这样念 刚刚那个 王是 嗨 对不对 背 嗨 嗨 是这样 那你注意看 他的标音方法是不一样 国王的王是 嗨 嗨 连在一起的 动词是 嗨跟嗨 分开来念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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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 长音的概念 所以 刚刚那个 嗨 嗨 嗨 两个嗨 这个 当然是 嗨段音加嗨 不会有问题 前面的长音 这个都很好记 阿段音加 嗨 像AA的音 变成A的音 所以这个才会念成AGA 你不能念成AGA 这样就是一有跑出来的 AGA O O桑 就是王先生 王小姐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 我们在记的过程里面 怎么样 去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表达的过程里面 怎么样去掌握这一些相关的发音法 你会发音就不会有问题了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已经掌握住 五十音的发音内容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一些 你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发音他所扮演的角色 为什么那么重要就在这边而已 了解了 如果这边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把这些单字念一下去感觉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这个通通要了解才可以 这个很重要 来念一下 跟着念 我说 好 刚刚我们讲前面讲过 对不对 这表示不它可以等于 这个也是两个U也是长音 我们讲过以A的相反词是嗨 嗨可以等于A 等于这样 这个都是等于中文是的意思 这个就是不的意思 同时要注意 嗨是最正规的 以A是最正规的 嗯跟嗯都是不太礼貌的说法 要特别小心 口语都比较不那么尊重 要特别特别留意 了解了吗 好 所以 希望各位 能够了解一下 这一些相关的内容 我很希望各位随时注意 这一些发音的重点 因为这些东西 你了解以后 你就可以学到很多长音的基本观念 有了这些基本观念 以后你对于长音的朗读 你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在平常这样练习的时候 希望各位多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他不是很难 但是我比较希望各位 要多多注意 所以了解了这些东西 就可以了 好 再来 把这些东西念一下 来请同学跟着念 好 这个了解一下 在回答的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一种就叫做 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最简单的方法 好 这里面 或许有同学会发现到 我们经常听 卡桑 很少听到卡桑的 我们多半都是讲 我卡桑 我豆桑 我鸡桑 我鸡桑 我肉桑 或我鸡桑 我肉桑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少看到 这样的字眼 各位要知道 在日文里面 所谓的 所谓的 亲戚的 称呼方法 这个各位要记住 在日文里面 在日文里面 就是说服 主妇 那自己在家叫爷爷的话 就要叫 讲别人的爷爷 就要加一个 这样知道了吧 这三个层级是不一样的 什么地方不一样 各位要知道 我跟各位讲过 日文的基本概念 是越字越短 越不尊敬 越长越尊敬 所以你注意看 我自己在家里面 不是 我自己 在外面 介绍 我自己的爷爷 给别人认识的时候 我们要用最客气的讲法 所以我要介绍 一定说 这是我的祖父 说服 我自己在家里面 叫爷爷的时候 因为爷爷 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我们后面 一定要加商 商这个字 等于 Sama Sama的用法 是这样 注意看 更尊敬的用法 另外一个 就等于 江 什么的江 这个就是 宁称 所以 你可以变成 我自己 江 你说 老师 我在家里面 叫我爷爷 叫我 不行吗 可以 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只能往上提升 不能往下降 你不能叫你爷爷 说 Sofu 你过来一下 不行 你不能叫 Sofu Sofu 一定是 你自己介绍 自己的爷爷 给别人 认识的时候用 你在家里面 最少要叫 Zi Sang 要不就要叫 Ojijijang 当然你也可以讲 Ojijang 逆称 因为爷爷爷 跟你相处 你也可以用 Ojijang 就这样 相对的 奶奶 就是 Sobo 好 Yijang 就变成 Mah Sang 有没有 所以 江边的奶奶 就 Oba Sang 一样 这样知道吗 所以 一样的道理 江志吉 的 爸爸 就是 Chi Chi 江 在家 叫志吉 的爸爸 就 Dosang 江 别人的爸爸 就是 Odosang 一样 Dosjao 所以 妈妈 就是 哈哈 所以 江 别人 在家 江 叫志吉 的妈妈 就 Ka Sang 讲 别人的妈妈 Oka Sang 依此类 推 所以 他们分为 三种 不同的 称呼方式 这些 同学 都要学会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在课本 里面 都没有 学完整 他只教你 一部分 而已 所以 我们 都不会 知道吗 这个 要特别 注意 好 这个就是 Dosang 这个也是 Dosang 这个 妈妈 Ka Sang 这都 常音 所以 利用 这个 机会 让同学们 全部 可以了解 日本人 称谓的 方法 哥哥 也是一样 你看 我自己 对别人 讲自己的 哥哥 对不对 在家 叫 Ni Sang Ni 讲别人的 哥哥 Ni Sang 一样 讲姐姐 Ane 好 Ni Sang 讲别人的 姐姐 Ni Sang 这个就不需要 背了 了解了吧 这个 我都希望 同学们 能够学会 好 再来 讲自己的 弟弟妹妹 Ototo 弟弟 好 弟弟 注意哦 你在家 叫弟弟 就不必 家伤 为什么 弟弟 比你小 所以 你要叫 他是什么 Namae 直接 叫 他的 名字 讲别人的 弟弟 就 Ototo Sang 没有 O的 好 妹妹 就是 Imo 都 这是我妹妹 妹妹 在家 你也用 Namae 叫他 就可以了 那妹妹 就别人的 妹妹 Imo 都 Sang 这样就可以了 了解吗 弟弟妹妹 不能加O 少一个O 有没有看到 比你大的全部有O 比你小的全部没有O 他只加了一个三而已 这是对别人的基本尊重 就这么一样 了解了吧 这个部分 我想让同学们都可以学会 这个不好学不好记 但是你要知道 可以哦 有没有问题 可以哦 来 这些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所有的 从爷爷 到弟弟妹妹 全部 这些单字 你看 光是把这些 成双成对记 主物主母 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 发音都很接近 哦 所以要这样 成双成对 男生女生配 这样才可以 了解吧 哦 好 我们先把主物主母 两个两个一起记 你注意看 跟着念 收府 收母 再一次 收府 收母 主婦主母 只有一个音不一样 来 爸爸妈妈 叠字 都是两个都叠字 七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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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姐姐 也是差一个音 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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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妹妹 前面 差 哦都 跟 姨摩 好 哦都 哦都 妹妹 姨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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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哦 来爷爷奶奶 姨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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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姨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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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别人的爷爷奶奶 我姨摩 我爸摩 再来 爸爸妈妈 豆摩 豆摩 姨摩 好,讲别人的哥哥姐姐 再来 叫名字,这个就不用了 练习一下就好 好,讲别人的弟弟 所以名字,什么叫名字 比如说,你弟弟叫做健康的健的话 你就讲,就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怎么样练习 比较好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 各位要注意 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 就可以了 所以 我才跟各位讲 我们在整个练习的过程里面 怎么样去掌握 所有的 运作 希望各位 慢慢慢慢 逐一的去学习 你就会看到 很多新的单字 自然而然就会跑出来 这个就是 我跟各位讲的 我们尽量的去运用就好了 可以哦 这边 称呼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这个就是长音的练习 我们透过长音的练习 你就可以了解到 日文长音怎么标示 它怎么样念 对我们来讲 我们不习惯的地方 要特别留意 可以哦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回过头来 看 头影片的部分 好我们把这些字全部再念一次 来跟着念 这个念完我们就交新的哦 爱 爱 阿吴 阿吴 阿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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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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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看下面的片假名 同学注意哦 这些单字我都不希望各位去背 你闲着没事就念念念 把这五个音弄熟这样就好 好再看下面的单字 对不起老师对不起 那个青色是蓝色的一种 青色青色这一个 它可以讲三种颜色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你就懂了 好我再分享画面给各位 刚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这个翻译 它可以灵活运用 各位要注意哦 我可以直接加名词变成 我可以把它变成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海 海 森林 天空 我都可以全部用Aoi来形容 那我问同学 Aoi Moly 应该翻成什么颜色比较好 来同学告诉我 绿色 对嘛 绿色的森林 那Aoi Moly 应该翻成什么比较好 也一点 绿蓝也可以 对绿色的海 绿色的海是有一点奇怪了 蓝色的海或是什么 青色的海都可以嘛 对不对 Aoi Sola呢 Aoi Sola当然是蓝色天空 对嘛 你就不会翻成绿色的天空 那不是地球要毁灭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颜色是随着后面的名词而改变 不要是板板的去背 不可能一个字对一个字来翻译 那样很危险的 这样听懂的吧 听懂的 好 可以 其他同学要注意 像这样的问题 各位有任何小疑问 你都要问 因为你现在在建立你对日文的认知 所以你对于他的认知 必须要很清楚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先了解这些观念 为什么我都不敢课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我要各位快 其实可以很快的 带过去就结束了 但是我并不想要这样 我是希望各位慢慢的去了解 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 他的用法跟观念 这种观念很重要 一般老师在教五十音 他不会跟你讲这么多 因为他们会认为没有必要 我到课本里面再来学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你那时候的负担就变得很重 是在这个地方 了解了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回到 投影片的部分 好 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 骗假名的部分 我跟各位讲过 骗假名通通不要背 但是你要认识这个字 我在编这一套讲义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过 骗假名怎么来的 它是来自于汉字的偏旁 也就是他的部首 所以我就编了一套 所以我就编了一套口诀 让各位去记会比较好记 像这个口诀就叫阿呆的阿 伊豆的伊 宇宙的乌 江户的A 于是的欧 你说老师念这个有什么用 你注意看 阿呆的阿 这个字的阿 就是阿呆这个阿 红色的字的部首 阿就在左边这个腹部 这个地方 有没有 阿 你看我的游标的箭头 阿不就是这个阿吗 伊豆的伊 这个伊不是左边吗 对不对 阿是左边的上面的一部分而已 宇宙的乌 宝盖一点一点横撇过来 把这一撇拉长 就是宇宙的乌 江户的A 不就是右边吗 江 对不对 于是的欧 就左边这一个方 写一个柴 很像 所以这个就是 中文的草书的鱼 就是写一个柴 所以 阿呆的阿 伊豆的伊 所以同学在念的时候 就边念边写 阿呆的阿 伊豆的伊 宇宙的乌 江户的A 于是的欧 就这样记 你就很容易记起来 然后 阿呆的阿 这个阿 本身就念阿 在日文里面就念阿 所以他就念成什么 阿 阿 伊豆的伊 就念什么 伊日 宇宙就念 宇宙 江户就念 Edo 于是就念 欧以的 这都是单字啊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我们怎么样去练习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把这些字写给同学看 你就知道了 你看 阿呆的阿就念成了阿 对不对 这个就是 骗假名的单字 阿后 好 阿后 接近的一个叫做巴嘎 骂人的巴嘎亚罗 巴嘎 就是这样来 那这两个字 同样都是笨 有什么不一样 阿后是先天的笨 巴嘎是后天的笨 做事 很烂 根本讲了又讲 还是不会 那就笨蛋 就是巴嘎 所以这个就是 好 再来 伊豆的伊 就是伊日 所以伊豆衍生出来 就是大乙 大豆 衍生出来 就是暗乙 暗乙是性 好性的性 所以 还有 很多字 都是可以衍生的 好 再来 再来 宇宙的乌 就是 所以后面加上 宇宙战舰 这是动漫的名字 再来 伊豆的江户的 A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都是单字 最后的 O 于是 的O 有没有看到 全部都单字 所以 我才跟各位讲 不管学 评假名 骗假名 到处都充满着单字 你就不需要去十倍 所以 我们在念 学习的过程里面 这个案子 可以不用 所以 我比较 希望各位 去了解 我们在整个 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怎么样去 掌握住 这些单字的运用 你看 阿呆的阿 阿后 伊豆的伊 伊日 呆日 我都可以记单字 宇宙的乌 温柔 江户的A A度 不就是A吗 于是的O O 我就全部可以记住了 这个就是 我怎么样运用五十音 来扩充我的单字量 了解了吧 这些地方 我都不希望各位十倍 慢慢的去理解 来 我们把这几个单字念一下 来跟着念 阿后 阿后 后不是长音吗 欧段音加乌 就变成长音 所以念成阿后 你不会念成阿后 不会 知道吗 再来 巴嘎 巴嘎 伊豆 伊日 伊日 大豆 大雨日 大雨日 你有没有注意 这个伊就念出来了 因为他是阿段 伊是伊段 不一样的 不会变长音 再来 再来 U Chiu U Chiu U U 家 U 就变长音 所以变成 U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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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长音了 再来 Sengkang Sengkang Edo Edo O O Yi De O Yi De 可以了 有没有问题 可以了 没有问题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个 请同学跟着我念 然后单字 你只要把这 AE U O 记起来就好 怎么写 怎么念 怎么念 怎么写 你会就好了 这后面的单字 全部是排列组合 AE 代表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来 各位跟着念 AE U O 再次 AE U O 好 跟着念 A Dai A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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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d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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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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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文讲哇 日文是讲哦 哦就是中文的哇的意思 这个就是跟各位讲的 我们在整个的学习的里面 我们怎么样知道日本人讲哇 日文怎么讲 我们都会误以为只是哇就这样 实际上是哦 原来如此 那样的感觉 哦なるほど就这样 所以我们在整个 我们在整个学习单字的过程里面 你慢慢慢慢了解这些架构以后 你自然而然在学习单字的时候 就轻松很多了 好再把这个念一下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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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咪咪是日本本身的汉字耳朵的念咪咪 眼睛也是啊 眼睛日文寫目念妹也可以 一样都有嘛 那衣服日文也是念人 或者是衣服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死背 好我再举这个例子给各位看 你看刚刚我们讲眼睛他也可以讲妹 写眼也可以写目也可以 你注意看所以他就念成妹 一样的道理咪咪也可以 他是等于 亿啊 亿啊 对不对 一样的概念嘛 同样的道理 但是衣服 对不对 他就等于什么 洋装就是 日本的和服就是 他也可以念成 他也可以念成 他也可以单独念成 衣服 他有很多念法 你不需要死背 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死背 这些单字的 了解了吧 这些东西 你背也背不完 看过了解就好了 你要用这个 美或者是爱 或者咪咪或 都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 搭配组合的问题而已 所以不需要全部去死背 可以吗 了解就好了 谢谢 我希望同学多记单字 这些单字都不是好记 你能够慢慢养成习惯 你看这边 同学发问 就可以增加多少单字 1234567890 10个单字 你就可以记下来了 了解吗 这个五福 也是和服的意思 五福 等于 这个都对等的 有福是洋装 和服洋装 一般的衣服通称就是福 那福你也可以念成 以福也没有问题 知道吗 所以有很多种用法 那个念都念不完的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慢慢去体会 你没有办法一次把所有东西都学会 所以我一直强调了 就是要学会什么 因读训读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所有的福 全部念成什么 福古吗 所以我只要福古会了 一就念一福 羊就是有福 和就和福 无就五福 这个训读就变 五福 我会了 吴先生不就是五三 不是吗 所以很多单字都不需要去十倍 你为这样灵活搭配 你的单字就不用担心 了解了吧 好 再来 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再把这个念一下 再换新的卡基古给口 再念一次 同学记住 像这个三个音的 你就每一个音都念到 同样的速度 它自然就会拼出来 再一次 再一次 有A 江户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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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的O O O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看下面 卡基古给口 这个地方 我就不再一个一个练习 我把重要的解采 我把重要的解采给同学听就好了 我们一样运用那个方法 好 我们先分享 告诉同学 卡基古给口 怎么样写 好 你看 卡就写一个力量的力 右上角加一点 这念卡 卡就代表着蚊子 卡本身就是蚊子 Ki 两横 再斜下来 再转一圈 这个就是Ki Ki 就是树木 还有空气的气 我们人体里面的气 全部念Ki 所以Ki Moji 就是这样来的 Ki Moji的意思就是 你今天拿着什么样的气 Muji就是拿的意思 所以他讲的意思就是 你今天拿着什么样的气 所以就问你心情好不好 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个就是让各位了解一下 差异在哪里 所以当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体会到了以后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了解这些单字的排列组合 所以慢慢的多记忆点 忘掉就算了 不用在意 一个字不见或两个字不见 这个不重要 好 各位再看 Ku 123456789 跟Ku 这个字 Ku Ku 都是 所以淡水区就贪水个 新北市淡水区 这个区也是念成Ku 区长就念Ku 了解了 K是毛 来Ku 有两个意思 儿子的指跟一个两个的个 各位要记得要特别小心 这边单字 我们前面讲过 RUO 有六个单字 Ka Ku Ku Ko 单一音 也有很多个单字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单字 了解了吧 这边整整有八个单字 就是 Ka Ku Ko 所以 一样的道理 我们先用单一音签计 紧接着 两个音的 再看 排列组合 Ka 就 Ka Ku Ku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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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ki 再来Kaki 没有我的意思就要让同学知道 你们选择没事 可以这样练习 我没有把它全部写出来 但是我只是要让同学知道 我同样一个音 我为什么可以写出这样的多的单字 这个就是在告诉各位 绝对不要去死记 所以你看这么多 全部念Kaki 我如果能够整理下来的时候 你想看看 全部都念Kaki 就光是Kaki 12345677个单字 我没有办法把这些全部都写下来 但是你念过以后 以后你知不知道Ki念Ki Ki也念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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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 就是Sikki 季节Ki 你就会了 圆的意思 围墙的意思 我们讲的女儿墙就是Kaki 了解建筑里面 好再来Kaku 我们就知道是动词 再来Kaku 有没有看到 描绘 Kaku 刚刚讲的三个动作 非动作我就不找了 所以你看全部都是动词 K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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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Kaku 就是描绘 骚扬的意思 全部都动词 我们前面阿依威哦 全部乌结尾的字 全部 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乌断音 动词 所以你看这边Kaki Ki结尾 绝对不会是动词 全部都什么词 名词 所以我在学的过程里面 记忆的过程里面 我已经区分出 它到底是动词形容词 还是名词 我已经都会了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记单字的方法 我不只记单字 我连他的磁性我都记住 这个才是我希望各位学会的重点所在 有没有问题 来我们再把这个 请说 请问那个夏季是什么 最后一个字夏季 就是季下的意思 写下来的意思 那个备注的意思 如下手术 对 好谢谢 好 来把这个念一下 卡吉 卡吉 不要 那个关麦克风 我怕产生共鸣 来卡吉 卡吉 好这样就可以了 注意要练习 再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好 所以你看 卡吉 卡古 卡古 过去 好一样 卡开头 卡卡 几何 卡吉 卡卡 卡吉 卡卡 这个四个字 更多 所以我们在运用的过程里面 我怎么样去套用这些东西 好 你看这两个字 卡卡跟 卡卡 卡卡 好 我们 卡卡 几何 还有一个 卡卡 企划 企划 规划 这三个同样都是企划 现在的学习 我们都知道几何 这个字 我们那个年代学 数学 数学叫数学 小学叫算数 算数 对不对 然后到数学到国中高中以后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分为几何跟什么代数 对不对 所以几何跟代数 这个都不用背了 了解吗 数学算数几何代数 几何就是图形 代数就是数字的数学 所以数学就不外乎几何跟代数 所以这些东西我自然就可以无限延伸 我就可以把这些字全部应用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讲的 好 再来各位看一下 tiku 注意看 问 听 tiku 听 动词 对不起 tiku 还有 讯 问 tiku tiku 你就知道有多少个字 听 tiku tiku 有效的 t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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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打字练习 你看这边 kaki 1234567 t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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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单字量会不够 只是我们不知道都拼命乱背 我如果把同样的字一起记起来 是不是就很简单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关键记干字的方法就在这个窍门里面 所以同音意志在日文里面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希望各位去了解体会 好 这边有一个东西也要跟各位讲 菊花 tiku 这个东西很重要 tiku 就是日本的国花 很多人都认为 日本的国花是樱花 没错 日本的国花是两个 一个菊花 一个樱花 樱花是一般的认为 那真正正式的日本的国花 应该是菊花 因为菊花代表天皇的记号 所以日本只要寺庙上面印有菊花文 就代表那一间寺庙一定跟政府有关 所以我讲的意思 就是在讲这个部分 所谓的菊花 我们对于它的感觉 中国人对菊花的感觉是比较负面的 它通常就是尤其是白色的菊花代表商事 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菊花 但是日本他们的菊花所代表的 就代表皇室家族 所以我们去日本东京玩的时候 明治神宫 它那个鸟居上面就印有菊花文 那个就代表那一间寺庙里面所供奉的神明 一定是跟天皇家有关的 所以以后你去日本玩 看到菊花文 那个绝对是天皇家所属的一部分 像他们的静国神社也是一样 一定印有菊花文 就代表国家的部分 他们的律师 所有的律师 西装外套上面 一定别有一个别增 那个记号也是菊花文 那个代表着他替代天皇 替代国家行使法律的权限 所以菊花在日本是非常崇高的一种花卉 不像中国人台湾人不喜欢这一种花 不是很喜欢 他所代表的含义不一样 这个地方也顺便让同学了解一下 了解了 好 我们把这个地方稍微念一下 来跟着念 菊花 数学 三思 三思 菊花 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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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有没有发现 四 四 四 全部都一样读音 了解了吗 所以这些单字都根本不需要背 你看 十击 数字 我干嘛背 我只要知道 我只要知道数 以后都念成四 我就会了 一样后面的 kik kik 就好了 了解 好 没有问题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好 再来 kik 这一个音而已 不要 好 kik kik 就是根筋叶 好 日文的单字 我再转到这边来 让各位看到 好 日文的数目 我们刚刚讲过 kik 可以写成目 也可以写成数 好,你注意看 去,去,对不对 数目 刚刚讲 我们从单一字 单一发音先去记 根叫 根叫 根,哭起 待会再说 哭起 根,叶,念,哈 哈也是单一音 好,再来 咪也是单一音 果实 再来 咪也是单一音 嫩牙的意思 好,根,筋,叶都已经出来了 还有 树干 再来 花 两个音的 花 还有什么 树枝 还有什么 树枝 好 草 好 你看 一个树木 所产生新的单字 有这么多 如果 这一种记忆法 就叫做联想法 我把相同的单字 整个整合在一起 我对于单字的记忆点 就可以变得比较简单 这个就是 我希望各位 多去学习的部分 而这个部分 坦白讲 你养成习惯以后 你就一次可以记很多很多的单字 而这一种单字 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都希望各位能够把它整合在一起 还有 好 单一音的 还有一个 或 倒睡的意思 所以 这一些单字 都是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所能够学到的 单字 好 你看 这些单字 前面 单一音 到后 这个地方 全部单一音 同学注意看 后面 全部 两个音 哦 真糟糕 这个是 Cookie 变成中文标音 麻烦 好 没关系 这待会再标 你看 Cookie 好 再来 Mickey Sugan Sugan 再来 Hana 再来 Eta 再来 Kusa 好 各位看 这些字 我再把它替代掉 好 各位看 后面这五个音 全部是单一音 全部是单一音的 各位要特别注意哦 这些字 你看 树跟木 根 金 叶 果实 嫩 嫩芽 稻碎 以及 树干 花 树枝 草 全部都跟植物有关 好 植物跟我们人的身体 有很多相关联的字 Ki 等于这个Ki 气 好 这个是这个也念Ki才对哦 把它修改一下 好 树木树木 我讲过训读取其意嘛 好 根 内 没有 哈 就是我们的牙齿 也念哈 密 就是身体 密 隐身出来 还有一个 美 就是眼睛 牙对 美 眼睛 后 就对我们的脸颊 后 不记 没有 密记 没有 鼻子 没有 所以你看 这都是对称的字 我能够这样运用的时候 同学 你就可以发现到 我们所有的单字的运用 还有一个咪咪 耳朵 我就可以全部 充分的运用 充分的运用出来 所以各位看 你光是这边对称 一个对一个对称 你看多少字 1234567890 1112 13141516 11181920 二十个单字 我就轻轻松松 全部记起来 我记单字 要用这些方法 可以让我自己学得更快 学得更多 记得更老 因为它是一坨 我一起记得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 我怎么样去联想 这些单字 同音意志的运用 以及所有的表达的方式 我们怎么样去运用 怎么样去记忆 这都是跟五十英有关的 你习惯了这样的记忆方法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看到更多 学到更多不同的方法 跟记忆模式 你习惯这样群体的记忆的时候 将来你记单字 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我们在五十英的 整个学习过程里面 如果你能够掌握这样的技巧 学会这些方式 你将来记单字 你还担心什么 了解了吧 来把这单字念一下 Ki Ki Ne Ne Ha Ha Mi Ki Mi Me Me Ho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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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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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a Eta Ku K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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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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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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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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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同学只要这样多练习,多念就好 不要去背 那你怎么样去联想 各位注意看 叶子是树木除了根之外最多的部分 牙齿是除了头发之外 器官最多的 数量最多的 果实就跟我们身体一样 嫩牙的形状就像我们的眼睛 对不对 鼻子跟花一样下垂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记忆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觉得它变成有一种联想的感觉 我不需要去十倍 我只要这样联想联想 二十个单字 很快我就可以记起来 好这些字全部是单一字 了解了 可以吗 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看下面的 好再来 可以毛 对不对 所以小孩子就是子供 就是这个 一个两个也是国 国就是国家 国就是这里 好这个字 好这个字 请各位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字很重要 这个在日文里面 有四个重要的指示代名词 希望同学全部把这个学会 指示代名词就是 这四个 什么叫做 我们翻成中文就是这那那那哪 这就是指这里 那就是那里 啊就是远的远处的啊 多就是不确定的一问称 这个就是近称 对方远处 这个就是不确定的 所以 翻成中文就是这那那那 各位要记住 这几个字 代表着 我们两个说话人 好这个请同学要特别注意 kosoado 在日文里面 总共有六个群组 我们要特别注意 他代表 他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代表 对话 两人 对话两人的相关位置 要特别注意 所谓什么叫做 两个说话者的相关位置 各位要记得 所谓的kosoado 基本的概念是什么 比如说是A A跟B在讲话 东西在A的领域范围 这个时候 各位要记得 A就要用ho B就要用so 相对的 如果是 东西在B的领域范围 我打X 就是物品所在的位置 这个时候 B就用co 就这样 好 第三种可能 就是A 跟B 在对话 东西在他们的共同领域里面 这个就是 X 东西在他们两个之间 这个 就对方用call 他也用call 两个都call 我待会再举例给同学听你就懂了 好 这个是在B的领域里面 这个是在A的领域里面 这样可以了解 好 相对的 什么时候用R 就是A 跟B 在对话 这个也是用R 怎么说 他的东西 在外面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A跟B 分开对话 东西在外面 这个时候R对R 这样了解 同样还有一种可能 同样还有一种可能 也是A 跟B 在对话 B 也是R 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站在一起 这是两个人分开的 东西还是在外面 就R对R R对R call对call so对call call对so 所有的排列组合 只有这五种可能 所以 比如说 我在这边 我跟你们不站 不站在一起 我问各位说 これは何ですか 这是什么 你们就要回答 それはペンです 你们要回答 那是B 我这边问你说 这是什么 これは何ですか 我用call 你就要用 それはペンです 那是B 同样的 我问你 旁边的东西 我问你说 それは何ですか 那是什么 你手上拿着是什么 你就要回答 これはペンです 了解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是什么 我们去日本 最常用的应该是call对call 为什么这样讲 比如说我们到柜台买东西 我问柜台小姐说 请问这个多少钱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这个多少钱 那小姐一定会讲 これは千円です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因为我们两个在共同领域里面 东西在我们的眼前 所以两个都要用call 这样听懂了吧 没有问题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怎么样去判断 怎么样去了解 该用call还是说还是r 各位要记得 r一定对r 我这边问你 问台北那边 或是别的地方 我们两个不管站在一起 或是不站在一起 都是用r 比如说我打电话给各位 我一定讲 こちらは寒いです 我这边很冷 そちらは你那边呢 这样知道吗 那你要回答就讲 こちらも寒いです 你说我这边也很冷 因为换你回答 你要讲你那边 你变成call了 你要讲东西在你那边 概念是这样 这概念这样可以听懂吧 有没有问题 这观念很重要 这观念很重要 可以哦 好 没有问题的 老师对不起 最后一个那个a跟b在一个框框里面 然后我们都要用r 这请老师解释一下 上面那个我懂东西是在外面 那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我们两个站在一起 比如说 没有 现在a跟b我跟你们不在一起 对不对 对 我问你说 こちらは寒いです そちらは你那边 是不是用说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在问你说 日本我咱 emer of you 我另外一个atexter 这个bol湾ون 我现在讲日本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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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讲什么 あちら我 ос 不在我这边也不在你那边 就要用R 就这样 就是都是A跟B 那东西是在远方的那个地方 就在外面 我碰不到你也碰不到的地方 就是用R 就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 那跟上面那个呢 东西也是在外面 一样 上面那一个是 我在淡水 你在台北 对不对 下面这一个是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聊天 OK 这样了解了吧 了解了解 谢谢 所以我把它框在一起 表示范围内的 东西在哪里 人在哪里 了解了 好 其他同学没有问题的话 注意哦 接下来 全部加 后面的单字而已 kosado 一加就四个一起加 所以你看 kore sore are dore 这个怎么用 现用 于 kore 物 都要注意哦 东西要注意哦 kore sore are dore 只要 kore 结尾的 全部只能用在 子东西才可以 讲人可不可以 不行 讲地点可不可以 不行 讲其他的 表现可不可以都不行 讲其他的表现可不可以都不行 他只能用在子东西 而且他的后面直接加注尺 这是他的规定 了解哦 这个药剂哦 这个很重要 总共有六个 全部药剂 你只要剂最后一个字就可以了 kore sore are dore 好 第二个 koko soko asoko doko 是不是kosado 一样 这个也是 现用 余地 这个是 只能用在子地点 这个要特别注意 一个用余物 一个用余地 这个加注尺 直接加注尺 好 注意 呼结尾的 全部代表地点 勒结尾的 全部代表东西 你就用这样记 完全记最后一个字 那要小心 这个多了一个字 小心这个 例外的 好 这个呼结尾的 全部都代表什么 地 很好记哦 了解哦 再来第三个 后记啦 手记啦 手记啦 啊记啦 最后一个 多记啦 这个代表方向 表方向 这个也是直接加注尺 他没有限制 而这一个 这一个 等于 他等于 他等于 没有限制 他没有限制 什么叫没有限制 他可以用在人 地 物都可以 通通可以用 这个就是 他的特征 这个只能用于物 这个只能用于地 这个没有限制 我待会再举例给各位看 好 再来 这个一定要先加名字 才可以加注尺 也就是各位要记得 其啦 的话 表示方向 你看我没有圈起来的部分 全部是 kosoado 对不对 有没有注意到 全部kosoado 我就故意 要让各位知道 我们都是死辈 我不要你们死辈 所以你看 这边 koshi soji aji 这比较口语的 我就不把它列在正规的里面 好 这个是no kono sono ano 我们讲过 名词 加名词 不是都要用no吗 各位要记得 他的后面 一定要加名词 才可以加注尺 了解 好 我待会再教你怎么翻译 还有 kona sona ana sona 好 这个也跟他一样 一定要加名词 才可以加注尺 就这样 所以 这个也是一样 unna unna kosoado 注意看 u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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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六个 全部要记 全部要记 请各位要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 我跟各位讲的 要注意的地方 好 最后 他也是要加名词 才可以加注尺 好 最后一个 长音 kosoado kosoado 这个一定要加供词 或者this 就这样 就完全不一样 kosoado 它是 长音的概念 所以koso 对不起 你会加持续 do 各位注意看 为什么刚刚要跟各位讲长音的概念 你注意看这边就知道 他要加动词或list 你注意看 koso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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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是第五 第五段的音 所以他加U是不是变长音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A一定要加A才会变长音 这个的概念是在这边 长音的概念了解了吧 所以他的概念跟前面的不一样 所以他用长音的概念来做思考的 了解哦 这个就是全部 全部 只是代名词六种 第一个翻成中文怎么翻 这那那哪 这个这里那里那里哪里 这个翻成离 这个要注意哦 翻译怎么翻译 很重要 这个翻成中文就是 这那那那哪 好下面这个要注意哦 这一行就不一样了 这个要翻成这里那里那里那里 这个翻成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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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地点 好下面这个刚刚讲过 这翻成什么 这边 这边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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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边 不一样 离只能限定用余地 边我可以用在人地物都可以 好加名词这个翻译的时候 翻译时 以后面的名词为单位 这样子哦 这个比较特殊要特别的小心 什么意思 比如说 この pen 这支笔 この本 就要翻成这本书 この机会 就要翻成这张桌子 この人 就要翻成这个人 这样知道了吗 完全翻译以后面的名词为单位 这一定要记住 好 再来 下面这个 这个就是 这样的人 那样 一样 还是那样 哪样 这样子哦 哪样的人 哪样的东西 对不起 这个是哪样 疑问的 知道哦 有没有问题 好 最后这一个 要怎么翻译 一样翻成 这样 瘦 那样 阿 那样 都 不能 要翻成 如何 要注意 所以 所有的 只是代名词 基本上 他在翻译的时候 就是 按照 这样的 规则去翻 所以 各位 记的时候 要怎么记 加动词 一个 加名词 两个 直接 加注词 的 三个 有没有看到 直接 加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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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加名词 再加注词 的 两个 加名词 再加注词 的 两个 加注词 加注词 一个 或 例子 的 一个 一二三 就这样 记 这样记 你自然而然 就可以 记得 比较熟 了解了吧 所以 我才跟各位讲 我们在整个 学习的 重点就在这边 所以 各位看到 Cosoado 关键就是 这样 我们了解了 这些东西以后 我们自然而然 就可以 很快的 突破 这些 概念 你突破了 这些概念 了解了 这些 Cosoado 的应用 你就通通 不用背了 知道了吧 所以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跟同学 讲 要先了解 这样的 观念 那 这样的 观念 代表着 就是 我只要了解 Cosoado 还有后面 他怎么接 我就会用 他限用于 哪里 我就很清楚 加名词 当然就 没有限制 他当然 就是 一样 加 人 地 物 他就不会 有问题 就是 加 人 地 物 一样 这个也是 加名词 一定代表 他可以 加 人 地 物 这个都是 基本的 当你了解 这些 基本概念 他就不会 有问题 了解 所有的东西 都是一样 基本的概念 有了 所有东西 就解决了 然后 这个加 动词 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是 我跟各位 讲的 我们在 记 单字 的方法 你了解 以后 你就知道 这边几个单字 1234567个 7个乘以4 28个单字 我就可以 完完全全 把它分得 清清楚楚 所以 我为什么 一直跟各位 强调 五十英的重要性 就在这边 我们理解的 日文的原理 你自然就觉得 它简单很多 了解了吧 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有没有问题 不用急 这个部分 我都很希望 让各位 了解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 就上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 希望 我们交到哪里 同学要记到哪里 最少的程度 是这样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就上课到此 谢谢各位 辛苦了 谢谢老师 拜拜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晚安 下周见 拜拜 晚安 谢谢